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欢迎收看预约涨停人生 来先来看大盘 现在是盘中的时间 现在大概就是小跌 那今天的成交量预估比昨天还要来的小 昨天是5300大 今天大概是5000左右 那整体看起来整体的这个指数的架构 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常讲指数没有问题 不代表里面个股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常讲就是在过年之后 新春之时投信开始在做换股 尤其是这个这个 现在申购这个ETF很热啊 哎呦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韭菜 这么多这么多的投资人去认购 什么939啊940啊 认到已经这个连央行的 这个央行的总裁都跑出来讲话 资金非常的热 募集资金的这个状况非常的热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之前有好几档ETF 都是一波 一波涨上去涨的蛮多的 从这个00919开始 哇每一档大家都好像都有赚到钱 都觉得说下一档再出来 我们一定还要再认 这个听说昨天新闻也爆了 连出家人都跑来认购 939 940 这个就有一点差协同理论在了啦 所以各位这个市场上的现象状况 是否带给你一些所谓的灵感 是否带给你一些所谓的IDOL 那你要自己去想想 看到什么样子的市况 看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就哪一些股票来讲 反而怎么样 该走就一定要走 你不要说你不是不用看空市场 可是怎么样 你可以等他拉回来再来买嘛 对不对 好回归正传 到大盘的正传 大盘有没有问题 结构上量价关系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谢老师刚所说的换股在哪里 是指哪一个部分呢 从过完年后这个部分 有没有看到 投信连续大卖 最近又买回来 可是 涨幅却没有以前的大 为什么 以前涨高的个股我先卖掉嘛 那我买进什么 比较中低位阶的个股 所以造就了很多中低位阶的股票 或者是中小型的股票 近期来讲都在大涨 外资 买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全值股 尤其在台积电上面 所以指数有没有问题 指数没有太大的问题 等一下会给各位看 指数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各位 里面的个股的差异性就很大了 比如说今天的散热 哇 昨天大涨 前一天都大涨 今天却一变大跌 老师怎么基本面 产业面变化那么快 都不是 就是有人在做换股了嘛 就是有人在做卖出了嘛 对不对 好 回头来看决战筹码 回头来看决战筹码 有没有问题 大盘结构有没有问题 全部都是红棒有没有问题 到今天为止都还是红棒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嘛 问题在于哪里 问题在于个股啊 大盘都还没有变绿棒啊 可是个股会先产生 会先产生问题嘛 个股产生的问题 你要怎么解决 就是换股啦 如果是大盘的问题 那很抱歉 那有些个股 这个重全职的个股 大型的股 那你就要避开 因为要占全职重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个股的问题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该卖就卖啊 是不是如此呢 来比如说 3017的齐鸿 哇 今天早盘被打到将近跌停板 对不对 各位在哪里就出现绿棒了 从哪里开始 谢老师都跟各位讲 讲什么 如果你现在持有者 请你怎么样持有就好 不要再加码 如果你手上没有的人 不要玩啊 不要玩了 好不好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随时会跌下来 除非你是做超级 超级短线的 一天两天都走的 那你也是不太流仓的 那你做那没有关系 每一档股票都可以做 可是以波散的心态来看 已经出绿棒了 筹码已经开始怎么样 已经开始渐渐变乱了 所以这一整段来讲 我都不会鼓励你去建立新单 都不会 为什么 没有明显的讯号嘛 没有明显的讯号 所以你只能留 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加码 你不能有新单在这个里面 所以各位 以今天来讲 跌下来这么正常 正常啊为什么 昨天长上引线 一个大量出来 在高档 如果在低档 谢老师会鼓励你报 可是现在高档了 长上引线出大量 那代表的是什么 已经开始出现了筹码冲动 也就是说 大户趁着利多 开始要出股票 真的 昨天下午 开法说 告诉你怎么样 第一季很好 第二季可能会跟第一季一样好 是持平的 可是第三季 第四季要看 当下的状况 算不算利多 其实也算利多啦 对不对 至少现在才三月而已 你说到第二季 或跟第一季一样好 那就算利多了嘛 可是各位 在前面的股价反应 已经反应完了 这一次的上半年的利多 下半年却要看当时的状况 我相信还是会很好啦 可是就 以这样的话 在法说会上面从老板出来讲 那你就会觉得说 啊这个会有一点疑虑在 来 尤其在股价涨高之后 如果你的营收成长没有跟上你的股价 那势必会有一个嘛 来回大震荡 好 今天马上发生 法说 又变成了法会 那 new case不要做嘛 对不对 就单的从底部报上来的 卖掉就好啦 你现在卖的价格 可能还比谢老师还来得高咧 对不对 当时 所卖掉的价格都还来得高咧 但是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等待 我没有嘛 我们至今做有效的运用 在做别的其他档股票嘛 3324的骑红 3324的双红 整路都是红棒 到今天都是红棒 可是各位 下次怎么跟各位讲 涨高了 只能 只能续报涉停利 绿棒出现支持涉停利 绿棒没有出现 你不用涉没关系 绿棒出现支持涉停利 可是怎么样 不要再 新的单不要再贯注于他了 新的单不要再买入了 所以各位 操作是不是够明确 今天来到怎么样 哎 留个长长的下引线 哎 说不定会有一个小反弹哦 可是各位 一样 保持好你的 保持好你的获利 设好停利点 停利可以设在这里 绿棒出现之后马上怎么样 停利设近一点 但是怎么样 新单不要进去 做别人股票嘛 有那么多股票可以做 对不对 有这么多股票可以做 为什么一定要 一定要选那些股票呢 来 6442 我们现在来看光中之胜 光胜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买的时候也被人家骂 老师这个冷门股干嘛买 卖的时候也被人家骂 老师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被人家骂 我为什么会被人家骂 这里为什么会被人家骂 老师啊 这个多头还是延续啊 根本没有任何的卖相 我说出绿棒你不设停利 难道你出现买点的时候 你也不买相 那你不是一样意思吗 跟当时骂我的人是一样的 卖点出现了之后 马上设停利 来 加空点出现了 二话不说 二话不说 以前那个布帝 经纪生有一句 叫做百开嫁世准鼻落袍 下面意思 跑就对了啦 加空点出现跑就对了啦 所以各位 买的时候也被人家骂 骂我的人后面都说有光盛 卖的时候怎么样 也被人家骂 干嘛卖 光通讯还会上去 结果怎么样 现在套牢也是那些人 所以各位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么简单 来多看几档好不好 也是在讲一档被人家骂的个股 来 3294的印记被人家骂 AIPC 对不对 AIPC 我卖在哪里 我卖在这里啦 做了五根掌停板 结果后面涨了一大段 被人家骂 我们说没办法 我们的规则就是怎么样 出大量爆天量走嘛 你看前面都没有什么量 今天这天突然爆大量 还被人家笑 还被人家po网路笑 对不对 咋就没有了 还在那边讲 我们不是要讲 我们是告诉大家 可以持续做追踪 这段有没有份 我没有份啦 从这里到这里我都没有份啦 现在呢 卖点出现之后大量 这个太明显了吧 这个太明显了吧 这个如果你不出那是你的问题 那不是任何人的问题了 那表示你根本不会看筹码 不会看技术 不会看量价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很重要 6187的万论也是如此 追踪了多久 绿棒出现之后来设停准 没有打到持续往上攻 这次总出现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卖讯了吧 没有话讲了吧 那你说你到今天还有 那是你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 应该是你的问题吧 应该是你的问题吧 对不对 应该不是谢老师的问题了吧 6125的广运为什么要卖 自己看啦为什么要卖 为什么要卖 来各位 常上引线爆炸 我是卖在这里啦 后来出现绿棒的不卖 就算你出现绿棒卖的之后 也跟我们价位差不多嘛 我们提早卖是告诉各位 涨了一波不舒服之后 我们先卖嘛 那现在出绿棒的不卖 你说那你说你要怪谁呢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该卖就卖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些股票 比如说我先讲哦 比如说像金像电啦 这个 不用我讲吧 自己看 啊什么时候可以买 如果你想要知道金像电 什么时候可以买 加入谢文谢老师的赖 一样哦不只他哦 2383的台光电 先回的 会不会往后会先反弹 有可能嘛 看买盘什么时候回来嘛 看投信什么时候回头嘛 看ETF 能不能把纳入所谓的成分股里面嘛 对不对 都是好公司好股票嘛 那先跌的会不会先 会不会往后会先涨 有可能先反弹啊 什么时候出买一点 等老师的讯息 如果想要了解知道 加入谢文谢老师而赖 好不好 还有很多哦 来各位 3661反弹哦 人家在跌他在反弹哦 买一点还没有到哦 真的买点出现的时候 谢老师一定跟各位讲 可以吗 再来 3035的 资源也是一样 先跌 大家怎么样回档他去反弹 买一点还没到哦 诊断下来没有连续的买性讯号哦 都只有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而已哦 都没有5k次内出现连续的买点及加码讯号 什么时候出现买点 谢老师一定通知大家 但是你要加入谢文谢老师的拉一包 我怎么通知你 我通知不到你啊 8046的南电也是如此哦 诊断下来没有任何的买点哦 只有零星的买进讯号跟怎么样 反弹失败的买进讯号 但是怎么样 没有形成所谓的买点哦 拉回来修正之后 来各位 什么时候出现买点 我一定通知大家 所以各位 就筹码来看 股票的世界不是那么的复杂 好不好 就股票来看 哪怕有些股票买的比较早 没有关系嘛 卖的比较早 你不一定卖的价格比我高啊 对不对 除非你会严格执行 那我只是严格执行 做我的理论基础而已啊 对不对 很多股票拉回来修正 会不会有先谈的契机 等买点出现 保证 不会买在最低点 我跟你保证 我绝对不会买在最低点 我只能带你去买在相对低档 可是各位 那个相对低档 绝对是确认 再确认 再确认之后的相对低点 相对买点 对我们刚才股票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你问你自己手上的股票 麻烦你在广告当中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你随时问 我就随时回答你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带出 成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了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是盘中 那还有很多股票在盘中 即时出现的卖讯 我赶快来给各位看 希望您能更早发掘 你的股票 事实上现在应该是要做一些 所谓的 呃 停利的动作 那甚至于是减码 或者是卖出的动作 来 我们来举例子 来各位 今天早上才出现卖讯的 哦这个2454的联发科 这大条哦 这是大条的股票 这不是小条的股票哦 2454的联发科算不算大条 来 从买点出现之后 一路上来没有任何的绿棒 来来来来来 今天早上出现了绿棒了 出绿棒要干嘛 最基本的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先把停利设好嘛 什么叫停利 如果你是在这里买的人 你这里要找一个停利点 这里大概是多少 这里大概是多少 我帮大家算一下好不好 大概是 1125左右 或者是1150左右 1125-1150左右 所以各位停利点设好 如果碰到了 就执行了嘛 那如果明天怎么样 如果没有打到 明天出一个绿棒 或者再出一个塞点 请你马上执行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要把烦恼留到未来 你现在能够判断 你现在能够决定的 就去执行它 那既然在筹码上面 如果出现了卖点 或者是出现了放空讯号 至少至少你要做停利 至少至少你要做减码 新单那更不用讲啦 等到拉回来 或下次出好的买点 或者是有买点 跟加买点讯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买回来就好了嘛 对不对 懂我的意思吗 好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股票出现绿棒了 出现卖出的讯号了 好来 3653的建策 哎长也长也够久了 你不能说从这里买 你要从这里买 对不对 你这里买然后出现绿棒之后 出现绿棒之后 设停利 哎没有打到 继续往上 再出买点 这里出现卖讯了哦 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 你就知道 停利点大概设在哪里 这个平台高 今天理论上稍微有碰触到了啦 啊我们先不要管盆碰触到来 今天在高档5k之内又出现了卖出讯到跟C点 5k之内在高档出现卖出跟C点 我想请问各位 要不要 要不要 所以设停利是不是有道理有原因的 无论你是买在这里还是买在这里 这里停利 各位少赚一点而已啦 啊重点重点是什么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哦不是说老师啊 我们再看他的基本面产业面 哦结果又跌破了老师 我们再来看他EPS 又跌破了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他配息配股怎么样 配到了以后又继续跌老师 我们看一下明年展望会怎么样 永无止境好不好 永无止境 做了当时你就要把游戏规则定好 讲清楚 对不对 老师啊 没关系啊 我们就跌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我们就一直等一直等 不要有这种观念 不要有这种想法 不要有这种做法 OK 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股票 哦这个之前也是掌握一波段的 8091的祥明 哦算是类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不算供应链啦 但是跟台积电有关系的啦 来 从买点出现之后来 好啦问题来啦 什么问题 高档没有卖老师 你现在叫我卖115118 有点可惜 差要10几块 啊有什么关系 一样嘛 你设停地在这里嘛 还没有打到嘛 啊如果明天出个绿棒 出个塞点一定要卖嘛 啊如果没有打到之前 你的停损 你的停地大概设在11012 打到就给他出去了啊 打到就把他卖掉了啊 好不好等下次买点有碰到买点的时候要买再回来买就好了啊 我们之前所做的什么新达达星科也是一样 5234的达星科来 买点出现 买点出现 哎绿棒出现了射停地没打到继续往上走 来 一波段上来 出现了绿棒DK出来 要不要准备 要不要准备射停地 当然要嘛 停地大概就在这附近了啦 所以今天看到绿棒出现 就先把他卖掉了嘛 就先把他卖掉了好不好 你的成本一百二十几块啦 你的成本一百二十几块啦 现在都好 你现在卖还要卖148啊 对不对 你要等到拉回来再来买啊 是不是 可以啊 你要等到再来买可以 可是你要先卖啊 如果你没有先卖 那以后你有钱买吗 有些股票可以暂时看一下什么股票 来 为什么人家跌他不跌 哎今天有跌呢 今天也稍微回了一点呢 为什么 位阶够低 所以人家在跌他没有跌 啊那个位阶高的都事先跌 对不对 创意啊 世新啊 智元啊 都事先跌 人家还没有跌的时候他就开始跌了 啊这种股票为什么人家跌他不会跌 因为位阶够低嘛 对不对 人家在涨的时候他也没有涨啊 所以人家在跌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没有跌 因为他之前就跌过了 他之前很早就跌过 而且没有涨过 所以各位这种股票还可以暂时报一下 虽然昨天这个大量常上影线有点不舒服 我们说嘛 等到怎么样 等到 等到有绿棒出现再来射庭力就好了 再来射庭力就好 为什么你的买点在这嘛 第一天的时候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下来就跟各位讲 还没有涨停满的时候跟各位讲嘛 因为我们节目这个节目是在盘中就 就录影了嘛 对不对 结果 录完了以后收盘是涨停满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知道当下我们讲他这个收完盘会涨停满 所以我们先讲 有买点出现哦 大家可以看哦 可以注意哦 结果收盘涨停满 隔天又开高 今天大盘很多股票都回档 他却回的很少 这种股票还可以再等一下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再等一下 来 8040的九阳 记不记得这一天谢老师跟各位讲什么 我说你很少有看到软体 在跌的过程当中 竟然还出现加马逊 那代表的是什么 低盘两千多张的大量是散户所卖 但是被特定人搜索 往后一定会有高点来 真的没漏掉 加码加码 昨天又创高 今天拉回来震荡 这个震荡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伴随量缩 上下震荡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伴随量缩 包含长下 上下 上下的长上引线都是如此 一定要伴随量缩 如果是量大呢 如果是量大10体K那完蛋 BBQ 如果是量大10体红还稍微好一点 如果是量缩 那就比较没有出货的 顾忌了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怎么样 既然没有伴随大量 也没有所谓的产生大震荡 有长上下的引线 但是他价格波动不是那么大 所以怎么样 暂时还可以去留 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 教授 留校查看 留校查看 这种股票我们就把他留校查看 多单的留校查看 既然也没有变绿棒 也没有出大量 稍微涨过之后 遇到大盘不好震荡 还算处于正常范围之内 就把他留校查看 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们班 那个好学生一样 有时候老师你们留校查看 都留到几点 所以暗时要留到几点嘛 留校查看留到几点 不要开玩笑 留校查看是一个名词 就是说你再犯一次错 你就要get out here 留校查看是这个意思 那好学生不懂嘛 他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请问你们留校查看 都留到几点 请问你不要说 老师要留到几点 不是有出绿棒 就要把他卖掉了 好不好 倒是有什么股票可以留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有些股票还在持续出买点 那当然 当然不是在高档 什么叫高档 这个如果高档未来出买一点 我都还要考虑一下 对不对 这个高档未来出买一点 来来来 在这里出买一点 你要不要买 各位都是没有 九十几涨到一百二十几 一百二十几一百三十几 涨到两百多 这个已经来到这里了 还出买一点 你要不要买 我当然也不轻 我当然也不买 我当然也不买 对不对 高档出买一点 可以不要买 当然可以不要买 我也不鼓励你买 我也不会叫你买 可是低档出买点呢 六二七八的台表科 同样都没起 都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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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出现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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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少买了这些股票 比你们前面那些股票 空头排列的股票 甚至于是寻求回来找 什么十分钟线 什么三十 什么月线 什么季线 都在探底拉回来 还要来的好 上档不但没有压力 他的压力来自于大盘啊 对不对 可是看到怎么样 一大段时间没有涨 突然出来涨上来补量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我宁愿去买这种股票 是不是好一点 六二七八的台表科 是不是 再来看 全产类股第一桶 2009 这个买点出现在哪里 高档还是低档 当然也是低档 像神盾高档的 我当然也不买 对吧 啊低档的嘞 低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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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档 不可能 但是不是比较安全一点 对不对 老师啊 他的股价好像是随着同价而波动 对不对 我不管嘛 至少我们看到怎么样 在底部的时候 有密集的买点出现嘛 底部5k之内出现 连续的买点及加码讯号 而且他5k之内出现了三次 今天补量高点 很多股票开高走低 他今天却出拉了一个长长的下引线 我如果要做 以现在来看 以现在来看 以现在来讲 我要做短线 我要做当冲隔日冲 我是不是要以他来做标的 会比其他的高价电子股 涨过以后的电子股 出绿棒以后的电子股 还来安全 对不对 懂我的意思吗 好 重点是明天 明天到底要买哪一档股票 我说过了 你有任何问题 除了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来问我们以外 还有什么 每天早上的9点半 有谢老师给各位的热门股 不要不是每天有 为什么有时候真的行情不好 我认为那个点是高位阶 就先不给各位 好啊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有 大部分的时间 而且可能有时候 不会有只有一支而已 所以各位想要得到这些 这个免费的热门股资讯 麻烦你 广告大中可以打通话进来 可以加入 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